有冲击到观光 那其实台中就有一间车行 已经有80多部车停放快两个月 结果居然吸引有鸟跑到轮胎上面来煮鸟巢 那现在呢车行因为没有收入嘛 所以呢他们希望是不是可以比照跟计程车业者一样呢 计程车业者他们其实在疫情的影响下 下半年的牌照燃料税其实是可以免除的 可是游览车业者目前还没有跟计程车一样 所以现在车行就喊话希望政府照顾他们 走进游览车右侧轮胎上堆着整坨稻草 仔细一看竟是一个大扭巢 里头还有刚出生的鸟宝宝动来动去 司机苦笑疫情没生意连鸟都来煮巢 很久没有发车吧 发现到的时候已经他已经骑了一个鸟窝了 等于零了啊 从疫情到现在等于游览车等于通通停摆了啊 整排游览车停的整齐 一旦加上靠航的80多台车放在原地快两个月 没人旅游无法出车 疫情零收入就怕游览车行出现倒闭潮 燃料税排到税 游览车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啊 如果财力不雄厚的可能这一波 这个倒闭潮会很多家 一台游览车初估计算 车贷要13到15万 员工最低3到4人 加上燃料等支出和司机薪资 不算折旧 平均一个月就要22.9万 经过争取后 目前针对业者纾困 将比较前年同期出车日 下降超过60% 最高补贴 一台车1万元 会交由监理单位试算 旅游团体的部分上 几乎是应该是泡汤的啦 没有收入的方法下 排照税跟燃料税 应该减免半年啦 这次纾困并没有去放宽 业者带肯纾困或延长的话 相对的这个倒闭潮 次必是补合货费 没有办法避免掉 同样是我方向盘 计程车和游览车司机 一样补贴3万 但希望争取下半年 游览车免征排照和燃料税 看到鸟宝宝一家人 业者自我其免要挺过疫情 更要守住自己的潮 三线木瓜王云竹台北采访报道